壯圍抽水站設置18CMS抽水機組 運轉後每秒可抽18公噸的水 在中央地方的齊心合作下 赤姿三億元新建的壯圍抽水站 已經完工啟用 完成壯圍都市計畫區 及周邊地區液淹水治理的 最會太平圖 由於抽水站位在都市計畫區內 啟用後會交由壯圍鄉公所圍管 18CM的這個18公噸的這個抽水站 算是不小的 所以以後的維護也是要 因為縣政府可能也要用一點心 你做了這個測試 後面的這個維護管理還是很重要 人家做做的東西放在那裡 這樣就不好 這個後續要讓老婆的功用 還是要維護管理的 這個可能要再麻煩縣政府這邊 這個後續的這個整備 再加油一下 那個新鮮的東西 這久沒被整理就失去了 所以這個維護很重要 抽水站通常需要有常駐人員 機械也需要不定時換油保養 出估一年維管級人士費用至少破百萬 不過依照補助辦法 縣府估算可補助至八成 減輕公署財政壓力 超過兩三個計劃裡面 一直告訴我這站要交國所管理 因為這站是多次 計劃的那個抽水站 規定就是要交給相公所去管理 我也告訴你 政府接五十五十個計劃的 這站還要接五十個計劃 你那個盧環管理 這站補助百分之八十個計劃 所以說在這裡感謝我們管長跟處長 你們幫我們幫忙 你知道我們這裡比較不會更好 這樣說 水資處表示啟用初期會派駐人員協助操作 未來抽水站由公所接手後 可以運轉順暢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